第三問,樓市怎麼看? 樓市我自己覺得,變化不會那麼快 我們自己會覺得,因為其實現在的樓市就是 你始終供不應求的情況仍然會在 但你說,大家都是你眼我眼,大家都不敢怎麼出手 但大家,不如用另一個比喻吧 你當香港給人的感覺,講感覺 感覺好像日本一樣 可能這段時間,大家會覺得香港是一帶有實力的地方 但是只不過短期,你說要找Catalyst,不是很能找到 旁邊有競爭對手 但是你說叫它出來,又未至於太差 所以其實可能香港的樓價來說,是會很悶的 又是上落10% 但是你說在樓市,又是指數可能你會只見到這樣 但是如果你問一下做房地產的Agent 其實這段時間,實際上有太多很精明的投資者 這段時間,可能那個想法就是 我不是那麼悲的 尤其是你突然間一通關怎麼辦呢 變成那些不是那麼悲的朋友 他們都未必需要現在這一刻出去搶貨 因為你現在有很多盤是急放的 大家都明白什麼是急放盤 他們會去找那些盤 因為其實急放盤,你可以想想 可能尤其是這段時間的氣氛 急放盤那些是應該 其實可能質素不是太差的 只是趕著要離開 那變了現在你問Agent 他們如果說買賣的那些 那些人是找這些 所以我自己就暫時覺得 接下來這半年 就是接近下半年 當下半年 還未去到那麼悲的 就是Tutwood 你說有一些東西是黑天鵝的 完全分析不了的 這一刻預視不了 那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還未去到那麼悲